文,贪图肖战,写在开头,近日,你们发现了没,中国气象局又开始到肖战图了,其实这是一个惯犯,19年的时候,肖战的出血照被气象局采用了,并且还因此上了热搜,当时肖战能被中国气象局关注是好事,证明肖战的事业真的是在走上坡路,而时隔两年之后,再次被官方关注, 王有平,涅槃归来,我们终将见面,中国气象局又开始到肖战图,某方面证明,战战回来了,近日,中国气象局和肖战再次梦幻联动,是关于南极科考战的文案气象战波斯登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,会如何呢? 潘潘认为,会非常了不起,会让人骄傲,代言人会顺顺利利,而发布这张照片的时间点,在时隔两年,就很戳人,肖战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一周年,那晚的震撼,终身难忘,去年的12月5号,久违的歌手肖战空降舞台演唱了一首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,镜头吓得他干净的寸头,霸气的气质,对着镜头挑眉致意的瞬间, 不羁中透露着坚定,潘潘从中看出,肖战终于走了出来,来到大家面前,想着去年的今天,一首歌,证明了他知道,他什么都知道,他用歌声告诉了我们你有我啊,现在潘潘的耳边还一遍遍的响起,你有我啊,对啊,肖战,你也有我们啊,写在结尾,潘潘看过一段很有意义的话,肖战不是一个偶像,他是一个现象,瞎姐们的爱,像万物毁灭后, 呵护着一朵朴实无华的小白花,这小小的花虽然脆弱一辙,但只要有这些护持,他便不辜负奋力生长,而这样双向奔赴的感情,才最珍贵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明天再见吧,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我的话,可以点个关注再走哦,我每天都会更新的哈。